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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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 被一个灵性控制住了 那他身上的一个有缘众生 是他母亲的还是他孩子本身的 他自己的 那还有多少小房子 哎呀怪不得他逃出来的 哎呀他从地埔啊 一个像一个阎王殿一样 边上的一个小菜馆 他逃出来的 所以人家来逃出 发现他就要把他带回去的 现在用现代医学硬把他留下来了 他活不长的 听得懂吗 如果你要是真的让他活得长 你只有求南京菩萨了 关心菩萨的慈悲 南京菩萨帮他去说情啊 那么怎么跟南京菩萨说师父 这样怎么说啊 希望他能够好了 让他既然到了人间来了 这辈子让他过完 菩萨慈悲慈悲一个小生灵了 来了就让他能够在人间过完 能够让他帮助到别人 现身说法 然后给他念小房子 小房子要很多 要多少师父 刚刚脑子里挑出来的数字 你都不能接受的 可能这辈子都念不完的 十万章 也就是说根本活不了 听得懂吗 我愿意的 你念吧 你念吧 好吧 你要是有大的信心的话 等到你念了一万章左右啊 或者怎么样 师父再帮你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救他 因为现在这个业障真的太重了 你听得懂吧 你看这个小孩子现在就是低头认罪 就是不应该出来的 你看到了吗 我跟你说 我要救能救他 但是我会花出很多很多很多的 但我要救更多的人 最好是让他妈妈自己救他 好吧 我个儿子也让我自己带 你自己好好给他念 他现在几岁啊 你看看看怎么长大 他会不会说话 他现在不是会叫吗 叫啊 来得有叫 先延生命吧 好吧 因为如果他延寿之后啊 他就会慢慢讲话了 你先给他能不能放九十九个甲鱼啊 好的 好吧 然后再给他放生 放多少鱼 放鱼要放很多 一万两千 好的 好吧 这个孩子基本上没救 如果能救的话 那么就是菩萨保佑了 我希望你们好之为之啊 像这种以后 这个我就讲一句话 这个孩子应该不是说 你们是正常的关系 或者就是说你本来不想生他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本来命根当中不想一本正经生孩子的 那是怎么怕一下子 突然之间怀孕的 是这么就溜出来了 是不是啊 是 所以人不要开玩笑 所以不要随便寻欢作乐 要生孩子们好好的就生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你不想生那些小鬼 因为小鬼最喜欢看人家做这种事情 所以一做这种事情 鬼就在边上 所以他就容易投胎 他容易想进来 偷偷地啪跳进来 好了 你就是这种 你就可以了 所以我问一下要不要帮他做功课 帮他什么 做功课 功课只要做礼佛就可以了 知道不要 一天念五遍礼佛 好吧 好的 看我看看家里的佛台 佛台还可以 你家不是太富有 家里这个比较简陋 但是菩萨来过 护法生也来过 房子都要进这有了 没有 你过去有没有拜过包公啊 没有 有没有到庙里去拜过啊 庙里都去过 好像包公来过 来到你们家来过 是我帮我看看我有没有第二个孩子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五六年属猴子 没有 没有 看看我身上有没有毛病 有什么病 毛病吗 就是脑子有毛病啊 听得懂吗 生气 他们都搞不清楚的 其他都还好啊 他自己还以为自己调了孩子呢 没有 明白了吗 蛮好的 你这个人就是除了小气 还就是冒傻气 两个气 听得懂了吗 人不坏 傻傻的 脑子搞不清楚 好好念心经 长智慧的 一念心经就长智慧 听得懂吗 好的 好好地帮孩子 让他度过这个人生 你要好好地有信心 求观世音菩萨 真的哭地求 菩萨会保佑他的 如果哪一天 做梦做到菩萨 到你们家来了 或者能够菩萨 到他身上去了 你看到了 我告诉你 这孩子保证救活了 好的 好吧 如果 如果看不到菩萨 看见有一个 穿西装的人来了 那个 半条命就有救了 好的 谢谢 塑包看看莲花 好不好 你的莲花 你这个 什么号码 莲花 莲花是两岁 两岁 七楼 二三九六 二三一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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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莲花倒在 他因为守戒 他现在守戒 他蛮干净的 他也没有什么 邪淫啊 也没有什么 吃婚啊 干净到蛮干净 他为他儿子 守了很多戒人 他自己倒挺干净的 莲花也蛮干净的 好了 共贵雷啊 谢谢谢谢 感谢 感谢 好啊 是否许多了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